今年6月28日 坦仔北安湾南面一片地皮 成批人被宣判上诉拜诉 中级法院法官冯文庄 赞写了足足28页中文版落拜票声明 表明行政当局没有履行相关的业务 因为成批人早在2010年6月18日 提交了新的土地利用初言方案之后 行政当局一直都没有下文 而2016年就直接宣告土地失效 冯文庄直指是法理不容 之后在7月12日一件类似判决 冯文庄再发表投票表决声明 不过今次不同的是 整批人的确是有过错 以至没有在25年限期内完成土地利用 所以冯官认为新土地法 不可以以一刀切方式收回土地 重申相关的判决应该突显归责的问题 业内人士又有什么看法 法律规责的问题 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是他不对你就收他们 是他对的你就不应该收他们 你政府拖了人家多少时间 你就补回多少时间给人发钱 吴在权补充早在2013年5月 律师公会已经就土地法 向政府提交过修改建议 内容就是提及到要根据责任谁属 在行决定是否有依据 可以收回整批人的地平 法律是善理原则的 我做错事我罚是应该的 而我没有做错事我都要本死刑 或者是双方面都有做错的 都是要贵责任不单方面 这是一个很不沉上 对一个社会发展的不不利 不无限的方面 关伟林举例 石排湾 南环湖 和青州有些地皮 到了今时今日仍未进行成规 根本就没办法发展 当局没有营造发展土地的条件 所以不应该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成批人 唐晓静早前就说过 如果新土地法存在漏洞 有必要进行填补 但我们一定要特别的一件事 第一个要理性 第二个要共识 第三个问题要真正解决 一刀切不应该针对这些土地 尤其是成批人没有过错 或者不是需要过错方 如果不应该一刀切的话 只能够怎么做呢 就是颁布一些特殊条件 我认为现在的大方向 应该是令到一些 不该收的土地 能够让它继续发展下去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何能修补这件事呢 除了收法之外 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 业内和法律界别都认为 如果要厘清规责的问题 有必要对新土地法进行修法 最终又可不可以顺利通过 行政长官都在立法会说过几次 要将分开规责不规责去处理 他都不是说行不行 我认为行政长官都会有决心 他将这个奥官要附入这个政规 宝购 be留 对 mic